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看奧運時會否有些忽發奇想 究竟這個人是不是Gay 或者這個一定是Less 我不是忽發奇想 我每見到一個跳水的人都會覺得他是Gay 但你會否譬如有些比賽 籃球、Volibor那些 然後你看他的動靜 你會覺得他一定是Gay 首先舉重一定不是 為甚麼 很大球他們很男人 但Gay也可以這樣 是 所以這就是我們主觀地去想 譬如我會覺得體操的男生 可能也是Gay 因為是温柔的 你感覺是 通常我會見到一些短頭髮很短的 幼水那些通常是很短的 然後身形又很橫 你那一刻會覺得他是不是Less 他真的很Less 有Less 中國隊女排好像有一個Less 但沒有出場 那都被你留意到 大哥 你看到一個類似 你就會提醒 那外國那些呢 外國那些嗎 外國那些我很少留意 即是留意亞洲的 很少見到有 應該是這樣說 還有呢 因為外國人的Less 很多都是女性的 是呀 不會公 我不知是否因為亞洲地區 即是台灣 香港 中國 即是所謂TB 是的 都是很多男性很短頭髮 很Roy 穿成一個男裝 蓄胸 很搞笑的 你說這個問題 TB兩個字我們經常都說 是的 但明明那些是TB的人 又不喜歡自己做TB 不是的 有些人喜歡 有些TB是喜歡別人叫她是TB 我是TB 是的 遇到很少 但是有些是很男性 但要說自己是純粹 純粹就是很女性的 那又不可以的 是的 很奇怪的 我剛才說 外國那些女性 即是那些Less人 很多時候都是很女性的 好像在英國女子曲棍球 裡面有兩個成員 Kate和Helen 其實他們是結了分的 他們拿金牌 他們是結了分 他們一起結了分 他們一起上歌台 一起拿金牌 給那張想 這個 即是可能有 沒有什麼人留意曲棍球 這個比賽 是的 我是特地 因為我是事後看Payback 嗯 然後真的 其實都 即是我看 我看那個比賽的時候 我就已經知道 才知道他們是一位結婚 是 即是很感動的 是的 但如果我想 如果不知道 那就是一隊團體 一起比賽 贏了 是的 但原來他們兩個 竟然是結了分 已經結了分 還要呢 可以先回來 是的 本身是這樣的 一個三十四歲的Kate 不是 三十六歲的Kate 和三十四歲的Helen 她本身已經退役了 即是不再打 退役了 已經不再打 好像一四年 是 14年不打 但是她是因為她老婆Helen 和其他隊友一起去奧運 所以她決定復出一起去打 即是她再訓練自己 是 再訓練自己 是 你想想 如果 如果你有什麼很重要的 即是 譬如我這樣 我要拍電影 那個電影 是和我的拍檬 一起拍電影 一起拿獎 這件事是很棒的 是的 還要拿到金牌 是的 我覺得最開心的那件事 是他們兩個 都是有一種共同的 興趣 職業 職業 事業 是的 這個是很難得 亦都是她說 是奧運會上 第一隊同性戀者 拿到金牌 很棒 所以很厲害 即是 還要是結了分 嗯 承認了 很開心 這個是大家 如果有興趣 你回去看 那個 Payback 那個棍球的比賽 是 看他們那個決賽那裏 即是很感動 總之 我承接著 我們繼續說 相關奧運 一些有關我們LGBT的新聞 我們之前說了很多很開心的事 是的 有一宗 真的不太開心 因為 在美國那裏有一個記者 他在巴西的選手當中 竟然被他去抄一些 他所謂懷疑同性戀者的運動員 是的 那他怎樣做呢 這個是英國版的 不是 有一個新聞網站叫做 每日野獸 當中有一個記者 是結婚 是一個異性戀者 他叫做 尼科 叫每日野獸 是的 好批街 是的 我們有沒有那張記者的照片 給他看一下 就是這個人 這個人叫做 我也不懂得讀 Niko Hines Niko Hines 他說自己通過一個 美國的同志社交應用 類似Glinder 在一小時裏面 約到三個奧運的選手 而且他還公佈了 當事人的身高 體重 國籍的訊息 其中一個人 其中一個人 而且他說那三個人 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運動員是來自 那個國家是不可以 是非法的 同性戀是犯法的 是的 他還公開別人 他沒有公開的名字 好衰 其實你公開別人的 體重 年齡 國籍 你和公開別人的名字 是沒有分別的 然後馬上有人回應 有一個二十六歲的 出了季的運動員 他叫做福魯亞 好難讀的名字 他的祖國是湯家王國 是禁止同性戀 如果為例的 便會面臨十年的監禁刑罰 最起碼 但是他對於這個記者的行為 他很生氣 在Twitter上回應 作為一名來自恐童國家 而且公開了同性戀的運動員 他認為每日野獸 應該感到羞愧 他就叫大家試試想想 原本 他說我們有一個很安全 可以表達到自己空間的位置 即是我們剛才說的 網上的識別人的APP 就被他利用了 可能變成一個笑話 變成被他徹底消毀了 即是把你所謂的揭露真相 其實把這些痛苦 帶到一些同性戀者身上 是 然後最厲害的是 同性戀在湯家王依然不合法 但是他有足夠的力量 去這個世界公開做自己 告訴別人他是同性戀者 但是並非所有人都可以做到 希望每日野獸和這個記者 請尊重多些我們LGBT的群體 他還上載了一張照片 那張照片就是這樣的 就是一張露屁屁的照片 為什麼他會放這張照片出來呢 原來他就說 如果你們覺得 你們想找一個美麗的屁屁 我不看到你們有什麼其他目的 我可以滿懷希望和驕傲和榮耀獻給你們 希望你們親一下他 然後就馬上拉開 用中文去說是有點難的 因為他本身是英文打 是很搞笑的 你說一次 他不知道什麼 還有一點時間 但是總之 我覺得 亦都認為 如果強行去 你想找一些 料 然後強行去惹別人的性傾向 然後爆出來 其實真的有機會害死別人 是 是 這個是 我想說道德兩個字 但是 我剛剛在想 你在這樣說的時候 我在想 其實那些藝人 香港 其他地方那些藝人 他們是一樣的 一樣是被那些記者畫他們的私隱 然後拿出來說的 但是 有些不同的 你畫他私隱 他並不犯法 是 是 即是 好像正正這個運動員 你畫他私隱 剛好他畫了他是犯法 是的 他的國家是犯法 你真的 即是 即是有可能害死人 是啊 這些是很危險 所以剛才我講道德 但是你正正面對這些 所謂狗仔隊或者這些 那些 那些記者 我覺得那個記者 第一是完全沒有想到 原來是會 原來是犯法的 原來是會死人的 原來是 是的 原來是有這麼多 那他又不知道原來 這個世界這麼多欺凌 同性戀者的個案 還有 正正是回到最初的時候 即是最初頭一步 為什麼他要去找這些料來做新聞呢 就是不尊重同性戀 是啊 因為他覺得這個是一個可以說 可以笑 可以 喜樂的對象 其實很愚蠢的 正正如果他做記者 應該都看很多新聞 是不是 未必的 是不是呢 即是做那一行未必 是的 但都要接觸很多 你只是今屆的奧運會 由開幕 有一個跨性別的模特兒 是啊 駕車進去的 好型的 是啊 應該是說了支持同性戀者 是啊 但是 不是 應該是這樣說 奧運是講運動的 運動不是因為你的性傾向而 性傾向性別 什麼都沒有 是啊 即是不會因為你的性傾向而 令到你的運動上的表現差 誤會 也是的 好啦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剛才那個運動員的帥哥照片 我會再分享到我們的 Fan Page那裏給大家看一下 今天我們的奧運 是你喜歡 不是其他人不喜歡 是你喜歡 是我喜歡 是我喜歡 那你便放回你的 你類運動員上去 分享給別人看一下 不過我認真 我又沒有特別覺得是很漂亮 反而我會用 我會說 即是我喜歡看運動泳 喜歡看 阿嬤馬力 即是藝術體操 因為這些姿勢太美 是的 不是戴個妝濃到爆 很優雅的 你會覺得他們很漂亮 你一輩子都做不到 我知道 所以我覺得他們很厲害 好 今天我們的菊花奧運 完 下一集 很噁心 菊花奧運 下一集回來再見 拜拜 是由五種蘋果 調配而成 100%原汁原味 現在華記還在做泰特 六支裝 都只不過是賣390元 馬上來MIHK網店選購 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